大家好 今天是10月14日 星期一 今天港股也跟隨 上星期五又升六百點 今天依然維持一個升勢 也重上26500 這個水平 有位朋友先回答你的留言 今天可以邊回答大家的留言 邊和大家聊聊天 10月份大家之前 很多行家 都是看淡 有位朋友說 看淡的時間 事會好 不如這樣說 你這麼深水清 不如又統計 究竟這一段時間 有沒有哪些人轉軚 這樣便公平一點 為何這樣說 我很多時候 都不會亂改自己的看法 除非出現突如其來的突變情況 好像你說 以這段時間為例 除非 除非 貿易戰 雙方 都真的 聊得好 甚至 聊得好 整件事 又可以說 不同了 但 在這情況下 我是不會轉軚的 因為我對貿易戰的看法 都一如既往 我覺得是 談不上 還有 有一點 公平一點 你說市暴升 其實 如果你從 10月這段時間 去計算 的話 市暫時 可以彈 彈大概500點左右 是否 暴升 就兩看 而且 今天也是 14日 看看未來 這幾天的時間 究竟 港股 還有沒有機會 再升上去 但如果 純粹 你以 好像 謂談判 這件事去看 大家應該看了很多的分析 我又說一下 我的想法 其實 上個星期五 美股又上升 上升 上升 五百點 大家都知道 我一向都 習慣到 星期五 星期六 的凌晨 星期一 我通常很晚睡 因為 難得有兩天 可以 第二天不用上班 我一定會 盡情地 很晚才睡 看很多 書 看電視 那 然後 那天 也看了 一段時間 美股 韓成 最主要 我想看一些分析 其實這件事 反而重要 其實很多事情 真的靠自己一個人的能力去分析的話 是很難的 但我都知道 現在很多時候都是 你單靠自己的分析 其實很難 你看很多不同的角度 就著問的戰 這件事 你說是這次的局面 你說是否一個好的結果呢 或者這樣說法 對於中方來說 其實你說 你覺得這件事 這件事上面 是好 還是不好 還是說 它是贏家呢 其實這次 如果說贏家的話 我覺得都是美國的 因為 第一 是令到中方這邊 買多了東西 換來的代價就是 它不額外 再增加一些關稅 但問題是 原先之前 收開的那些 都繼續收 而未收的那些 即是說下個月 應該是12月份的時間 說會再加增的關稅 也都沒有取消的 所以變成 你沒有的 你再下一次 如果我是特朗普的話 在和習近平見面之前 可能會再說 我威脅說 如果解釋 談不定 我會什麼時候 那一刻開始 再加增多 多少關稅 到之後的時間 如果大家談 談得定 的話 現在我原先說 想加的關稅 不加 就是這樣 這些出口術的玩法 不是第一次見的 例如說 開天實教 落地環前 做這一點 而且 始終你見到 美國有很多 例如說 那些問題 包括 技術轉移 一些 國際補貼 一些 知識產卷 其實大家都沒有談 華為就繼續搞 其他很多方面 大家的 互鬥 都繼續下去 所以 在這次 你又簽這個 草議之前 都還有一段時間 所以大家不要這麼老定 覺得市場一定會好 從來 這個消息去看 我覺得 還有一段時間 玩的 所以 就著這件事去看 我覺得 二萬六千 這些位置 差不多 除非突然間 突破性的發展 那 這裡也可以跟大家 和三文翁 大家可以再談一談 我想說 其實很多時候的分析 我想大漢也是 我舉個例子 大摩為例 其實大摩每一次 大家有時候 見到報章雜誌 通常 都會說 大摩可能看淡的事 不是第一次的 可能是說 那個痕子 可能會看大概是二萬三 解釋 在二萬三 這個水平 他都覺得理據 他支持 但其實 如果大家看一份報告 我看看下次 可以拿大摩的報告 給大家 看看 其實大摩 他做這些 就是一些預測 他都會分 最好 最壞 和中性的情況 一般情況之下 可能是二萬三 如果一些很樂觀的 預測之下 可能是二萬八 如果不可以 就是二萬九 其實這些分析 通常會經常遇到 在不同的情況之下 會出不同的結果 是這樣的 所以大行也是用這一招 去分析事 看看股份也好 所以其實 是藉著不同的情況 有不同的結果 其實是很合理的 譬如很簡單 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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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多買一件東西 公司生意 自然會好 如果人們不買公司的東西 生意便會差 如果人們不買公司的東西 如果平時 去開街市買 便會有正常的結果 那不會說 人們多買東西 而你的生意不變 這樣便不合理 所以我希望你諒解 其實這些是 一般的大行 都會這樣做 我希望答對你的問題 其實也不要緊 你有什麼意見 都歡迎你 隨時留言給我 我沒有所謂 那 之後我問大家 一些股份的問題 好嗎 其實我會問外匯 那些點子 是否算是不同的 其實25點子 上次也說得很清楚 25點子 其實是0.25% 那你發問的數目 等於0.0025 那外匯一點子 其實應該是 差不多一樣的東西 那 我有機會再幫你問一下 我的外匯的朋友 我也有比較多外匯的朋友 今晚我去找Jasper 和盧彩蘭做節目的時間 我問一下這個問題 另外這個龍湖地產是厲害的 那他買樓成績又算不錯 因為他現在主打的城市 有一線的招勵 不過他近年也稱為 清了很多債 他債務負責 現在應該也不是很重的 那一批 不過我始終是他那一居 買大不買小 買內房 買內房 另外他750的書 我沒有什麼研究 但是750本身 其實過去你看到他那個 負債也很厲害 而且好像不斷靠現在靠集資 靠發生股去減債 所以前景我自己的看法 是沒有改善 當然我自己也公平地說 我沒有特別研究他 但是以我所認知 他那個情況 不是那麼理想的 另外就是 不過這位朋友問得好 其實你說現在港鐵 就停日停用 其實對於一些商場的影響 大不大呢 我看到你留下很多的 一些和物業收組股 一些地產會有些關係 其實呢 其實大家可以想一想 就是那個情況 剛才那個人說 解釋性的情況 現在很多時候他要停洗 因為很多 我們有些完善的商場 其實如果你停 因為以往的時間 大家去的商場 都可能是靠搭港鐵 那你現在突然停洗的話 其實變了 大家應該是少了出街 甚至乎 他的商場的次數 各個叫二玉 都低了 因為你不會再直接去到 即使你想去到 也好 可能他有很多功能去做 但是當你去到二玉 低了的時間 其實按道理 生意額一定有影響 所以你說商場的業務 表現是差了 這個其實是合理的 不過呢 有一件事 以修紅吉利為例 他那個商場的組合 其實是很多的 很多元化 也有很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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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穩定一些收入的來源 所以這些事件 其實你對他們的影響 其實是存在 不過 是不是很大呢 其實是要視乎 整件事本身 即這次的事本身 延續有多久 假設你過多一段段時間 就可以搞定 其實影響性 相對比較有限 但是你一拖長的話 其實影響性 一定會很厲害 甚至乎 你一拖長的話 其實你連很多 外國的旅客 來香港的業務 也很簡單 所以他們的投資價值 是要視乎 究竟 這件事的演化 如何走下去 我自己比較悲觀 所以 現在這一集版塊 沒錯 看上去是便宜的 看上去其實那家 很多其實是幾級印的 不過 我也不見 大家考慮著 因為 因為我覺得 現在 暫時 觀望一下 甚至乎 逢狗減榜的策略 這一招 我會比較認同一點 對了 今天就這樣 希望答過大家的問題 大家有問題的話 也可以再留言給我 我也會再回答大家的問題 今天就這樣 拜拜